公司提出来的团体协约的版本 里面完全没有提到 不求后算账的条文 经过三小时的讨论后 团体协约确定破局 原本以为罢工就此结束 但因为工会提出三点 要撤回引引罢工危机公告 也要恢复参与罢工会员权益 以及不追究之前 18位参与罢工空服员的责任 但长荣不同意 劳资再度为达共事 公会要求公司对这18位空服员 不得予以惩处 公司基于公理公益 实难接受 所以接下来的一些议题 也没有进行讨论 针对28日长荣新六点方案 多数会员投下同意票 愿意停止罢工 经过14小时马拉松市会员投票决议 结果为同意方案 台下空服员吼着眼眶 高喊口号 留下不甘心的泪水 现场气氛相当凝重 但无奈目以沉舟 长达10天的长荣罢工 一度在29号傍晚达成初步共事 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团 这个赞成 高速长荣航空 我们真的也很有诚意 但由于团体协商未完成 罢工将继续进行 长荣原本预计 7月底前就能恢复 全数航班 看来遥遥无期 而会员下一步何去何从 未来一片雾茫茫 在最后的协商结果出来之前 在团体协约签订之前 这个罢工都还是有效的 这次长荣罢工 已经创下台湾民航史上 多项记录 专家预估 此次罢工损失惨重 原本以为29日就能顺利落幕 但劳资双方却在最后关头 没有共事 看来一切都只能等到 7月2日再一次的协商 才能有答案 继而桃园总和报道